只因一头鲜艳的红发 女孩被敌国家族带回家领养 本以为会遭到飞员的待遇 没曾想三兄弟全是温柔的冰山美人 前世女孩听命于父亲 刻苦修行只为杀掉眼前的男人 公爵哈利亚斯殿下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仍然没有出卖任何有关家族的情报 但看着被扔进来的父亲 她迷茫了 男人原本鲜艳的红发在此刻退成了黑色 随后对着女孩歇斯底里的辱骂 看着掉落在地的巷坠 女孩深藏在脑海的记忆逐渐拼凑了起来 晴空万里的天气 女孩惬意地陪在母亲的身边 但很快熊出了她 烧掉了自己居住的城堡 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 男人制造了惊人的谎言 她驱动魔法 封存了女孩的记忆 让她重新认知自己为父亲 为了更加的逼真 她甚至把头发染成了鲜艳的红色 每天向女孩不停地洗脑 哈利亚斯是烧毁家族的凶手 活在地下室 配备阴暗的女佣 都是败了公爵所赐 不辞来的记忆让女孩拗哭 公爵一言不发 她不想再刺激这个傀儡 但女孩的心态已经崩溃了 她作为最后的火焰术士 在此刻觉醒了前所未有的门亮 本想让这里化为灰烬 但火焰之神没能令她如愿 女孩被迫重启了人生 她回到了三岁 依旧是那鲜艳的红色短发 利亚娜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 便转头望去 镜子里稚嫩的脸蛋 无不再提醒已经穿越的事实 跟随自己一起的还有胸前的相嘴 随后利亚娜听到门口传来了惨叫声 以及周边烧焦的味道 她便本能地准备跳下床 发现小小的身体根本不够用 正当她苦恼之际 自己被人举了起来 确认过眼神 是她要绑架的人 并且还是自己前世的剑术指导老师 真是太抓马了 男人也没想到三岁的婴儿 竟然会这么闹听 便把利亚娜扔到了床上 卷起被子打包带子 历史再度重演 但这次不同 自己为什么会晕马车啊 见利亚娜吐了出来 男人只好把被子解开 把水壶扔给了自己 没喝几口便又准备上路了 会合一望数十 为了不让自己再次成为傀儡 利亚娜决定只用尖叫转术 这突如其来的几嗓子 把男人吓得够跳 绝望之际 眼前出现了蓝发的男人 西奥多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身子 作为帝国一份子 他有义务拯救国人 随后他见之眼前的黑艺人 命令他把利亚娜放下 眼看男人无动于衷 西奥多直接化身小李飞刀 以老实求放过 男人逃跑没多久 利亚娜也精力不足 瘫软在了士兵的怀里 醒来发现自己在士兵的背上 想到这艘船应该是开往帝国大本 利亚娜害怕的哭了出来 他可不想落到哈利亚斯的手里 西奥多拿出水壶 说来也奇怪 几口水下去利亚娜就不哭了 西奥多声称利亚娜的家人是父亲的朋友 所以不用担心 自己很快就会查明真相的 真是没想到 敌国家族的老二竟然如此的温柔 沿途路过一个城堡 城堡的主人看到利亚娜 简直乐开了花 没想到自己老朋友的女儿 竟然这么的卡外衣 利亚娜此刻突然意识到 自己前世做过烧掉城堡的任务 好像就是这里 真是罪故 随后利亚娜换上新的衣服 向夫人深深的鞠躬 为另一个世界已失去的人表达情 来到北部的宫殿 还没适应温度的利亚娜 冷得直哆嗦 再晚一点进去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老三西安偷偷注视二哥带回来的小家伙 作为未来最伟大的学者 他从小就善于观察 随后趁其不备 开始向大哥吐槽 声称二哥又捡拉鸡回来 这样对公主说话很失利 快向他道歉 西安这才意识到利亚娜不是王 随后跑向大哥的房间 声称二哥又捡胡宫行回来 利亚娜此刻只想知道 西奥多平时回家都带了什么奇葩的东西 真是不敢相信 前世最大的敌人 竟然是如此温柔的美少年 得知西奥多要把自己带到父亲哈利亚斯面前 利亚娜吓得差点跳起来 为了缓和自己情绪 西奥多疯狂地抚摸自己的脑袋 开门的那一刻 熟悉的脸蛋映入眼帘 男人指责西奥多 这次竟然敢把公主带回来 下次是不是要把皇帝也一起带回来 随后公爵看着利亚娜 发现女孩会说法 便询问女孩是否愿意留在这里 另外绑架自己的人是谁 利亚娜结结巴巴 声唱城堡着火 别的就不清楚了 简直太扯了 公爵怎么也不敢相信 火之神后代居住的城堡竟然会失火 不由地开始怀疑利亚娜的身份 随后利女孩静止得走向火 拿起领域探物 抓在了手上 为了活命 你还抓起熊熊燃烧的探物 只为向公爵证明 她是操纵火焰的高手 众人来到厅堂 安静的空气让利亚娜快要窒息 利亚娜祈求有人能来救救她 然而西安仿佛听见了她的心声 礼貌地飞开房门 再次见到美男子的那一刻 利亚娜的心简直要被谋化了 西安发出灵魂疑问 询问父亲利亚娜的母亲现在如何了 然而这很难说 作为火神的接班人 只有风印松动了 家族才能遭到火焰的吞噬 既然绑架着逃跑了 眼下只能坐等帝国的消息了 并且暴风雪一停 利亚娜公主必须立刻进行转移 西奥多认为父亲太敏感 利亚娜在这很安全 公爵勃然大怒 到底是谁允许 天天忤逆自己老子的 西奥多见状连忙向父亲道歉 大风雪停止还有一段时间 利亚娜长舒一口气 至少现在很安全 此时西安开口询问二哥 到底是从哪里整来的这个小东西 明天大哥就要回来了 对于捡来的东西 他的建议一般是生吃 随后利亚娜被安排给了两名侍女 他们就像小明媚般 全都败倒在了利亚娜的颜值下 毕竟这里全都是男孩 第一次出现小女娃 简直就是天赐的礼物 随后两人便开始争夺 为公主洗头的福利 为了避免进一步恶化 利亚娜便已上厕所唯有逃离了 但两人似乎还不愿意放过她 直到跟随道 到了晚上利亚娜换上精致的礼服 被命令上捉吃饭 西安一脸傲娇 声称利亚娜在这里一天都睡不好 除非给自己看一下那双使用火焰的手 看就看嘛 非要找一堆借口 利亚娜立刻摊开双手 西安感到很神奇 竟然一点烧伤的痕迹懂 未来学者从小就爱研究 正当两人玩闹之际 身后传来消沉的声音 大哥回来了 收到王室发出的紧急通知 三天前梅迪城堡起火了 看来这位公主就是利亚娜小姐 大哥眼神逐渐犀利 为了避免尴尬 西奥多连忙打起援朝 但她也被吐槽作为剑术大师 竟然放跑了绑匪 但对方毕竟是利亚娜前世的师父 做到脱身也是正常 但大哥可不管那么多 利亚娜声称自己知道她的名字 尽管众人不敢相信 但还是说了出来 甚至还有更详细的注释 毕竟艾迪既是师父也是仇人 由于口音问你 利亚娜决定写下来 这可把西安羡慕坏了 不免感叹利亚娜会的可真多 虽然还是不理解绑匪 为什么要把名字和去的地方告诉利亚娜 但老大还是决定调查也要 此时公爵出现 告诉了众人一个不幸的消息 梅迪家族命脉断了 知道真相的利亚娜再也绷不住了 本以为重获一世能和家人团聚 这辈子又无依无靠了 四日利亚娜醒来 发现躺在了软绵绵的被子上 昨天哭晕过去 以至于怎么出现在这也不记得了 看着肇事进来的太阳 跌跌撞撞的下床 她很累 拿起胸前的巷坠开始缅怀 家族只剩自己了 她势必要复仇 不彼此不是自己的作风 她来到公爵的房门口 听见里面传来争吵 得知只有拥有王室精灵时 可以点燃家族的城堡 看来是皇室出了问题 现在绑匪跑了 如果不献上公主的头颅 自己家族也将迎来灭顶之灾 虽说很残忍 但也不是目无道理 西奥多举起手中的佩剑 她绝对不允许孩子受到伤害 这跟绑匪又有何意 眼看兄弟两人剑拔弩张 老父亲也是及时阻止 出现分歧就是这么解决的吗 暴风雪停止 公主送回帝国 声称是路上偶遇的就行了 那不就是把自己往火坑上推 此时利亚娜推开房门 直白地对着公爵说 不要扔掉自己 虽然现在还不是很巧 但是日后必定会到达养育绝恩 女孩被敌国家族捡回家 兄弟几人各怀鬼胎 老大更是想将她的头颅献给王室 利亚娜推开房门为自己发声 她不想重回一世依旧任人领布 便请求公爵领养自己 毕竟她是世上最后一位火焰魔法师 偷摸养大的话绝对是张王牌 但这件事被王室知道的话 家族定会有灭顶之灾 谨慎的公爵需要考虑一下 随后便安排利亚娜先去休息 她看向窗外的暴风雪 公主殿下 并且还安排人做了奶油蛋糕 西奥多不免感慨 西安这小子泡妞还真是有一套 随后利亚娜抓起奶妈的手 前去品尝甜点 到了晚上奶妈陪在利亚娜的身边 直言真是太像塞西利亚了 作为大陆上最强的火焰魔法师 女人简直美得不可放我 真想知道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随后奶妈开始了长边大论 从前有个公主 拥有火焰一样的头发 强大的魔法令所有人都畏惧 他们表面人对着女人鳄鱼奉承 背地里到处诋毁她 以至于她热情似火的性格逐渐扭曲 但幸运的是她遇见了银发的歧视 剑术高超的她根本不畏惧公主 还成为了她唯一的朋友 公主因此不再孤单 展翅翱翔在这充满世俗的国家 故事的结局很美满 真希望母亲的结局也是如此 次日西安 以及众人来到诊 发现利亚娜还在睡觉 看来她已经太久没有睡过安稳觉了 直到晚上 男人来到利亚娜的身边 抚摸她的头发 轻声低语对不起塞西利亚 很快最后通牒时间到了 关于自己的去留问题 此刻利亚娜依旧在担忧 自己接下来的归宿 王宫里处处都是敌人 在那里生存无异于前世的人生 看着眼含泪花的利亚娜 奶妈心疼地抱住了她 生活依旧要继续 随后他们便离开了这里 来到会议厅 兄弟几人已经就位 公爵在此刻宣布 从今天开始正式领养利亚娜公主 这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 自己竟然被接纳了 这个举动虽然很冒险 但手握利亚娜这张牌的话 绝对是利大于弊 看来自己还是有用的 就算挂在北方当火柱也行 况且现在三岁就能摸火烫了 以后恐怕还能当火炬点燃全帝国 这把西安都听猛了 随后公爵要求利亚娜 绝对不能向家族成员使用魔法火焰 但口说无凭 需要带利亚娜去北方的巫师那里签订盟约 看着西奥多的表情 利亚娜意识到事情不太妙 但还是接受了 公爵便把这件事交给老大去办 随后便解散了会议 而另一边守护者早已预料到 她很是期待公主明天的到来 次日阿尔赛德便带着女孩来到教堂 这里的建筑很是奇怪 但走进去的那一刻 圣光照耀在了两人身上 父母的遗照映入眼帘 利亚娜待置在原地 许久之后走到遗照的面前 在阿尔赛德的帮助下 她终于看清了母亲那张美丽的脸庞 原本应该幸福的自己 现在却是以这种方式再见 马车之上 利亚娜看着一言不发的阿尔赛德 似乎能感受到她心里极度的悲伤 来到了北方边境 巫师早早就出来迎接 毕竟对方是尊贵火焰法师的孩子 巫师上了年纪也得尊敬她 随后加西亚被带了领利 在众人的期许下 签订盟约正式开启 为了让利亚娜能开心起来 西奥多向她宣誓 自己绝对不会用剑指向小公主 感动至于利亚娜用小手放在盟约上 至此她成为了家族的一员 公爵还为她准备了房间 位置和之前的地方有所不一样 门口迎接的两位侍女早已等候多时 见到利亚娜那一刻 把料理推进房门 这房间简直就是梦中情屋 据说是大公妃之前居住的地方 西安自豪的同时 神情也很黯淡 她已经不记得母亲的样子了 下次我过来玩的时候 可不要把我关在门外 现在我们可是一家人了 看着身边众人 利亚娜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她从未享受到如此哀意 简直是太感动了 尽管如此阿尔赛德依旧不同意 利亚娜长期待在这里 成年之后务必要让她回到领地 公爵认为以后的事 那就以后再说 现在她就是哈利亚斯的一份子 男人只是想在妹妹面前表现 怎料把简单的教学变成修罗场 这让西安下的尿不湿都尿湿了 不久前利亚娜成功成为了 哈利亚斯家族的一员 面对家人精心准备的福利 利亚娜感动极了 抱着西奥多哭了起来 看着可怜的小女娲 众人蜂拥而至 纷纷开始安慰起利亚娜 直到她情绪稳定 公爵声称在葬礼结束之后 在家族举办一场大宫女欢迎会 那天势必要好好表现 利亚娜躺在床上 翻上几个跟头 随后露出一副坦荡的笑容 遵命爸爸 请拭目以待吧 利亚娜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她抱着巫师送的玩偶爱不释手 并且命名为塞西利亚 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被吓得不知所谓 毕竟无时常的像一望法师 随后女佣不请自来 利亚娜顿感不妙 她奉公爵之命 为公女量身打造各种服饰 利亚娜无奈选了黄色的 随后便被几人带到餐桌之上 开始最难的一关 称呼训练 为了打消宴会上的疑虑 她必须习惯性地 撑眼前的男人无辜 要知道她前几天 还想砍下自己的头颅送往皇室 不光如此 然而在另一边的王室 皇帝已经收到了消息 计划进行的相当的完美 但有趣的事情才刚刚开始了 介于自己的声波 利亚娜有幸驳过了几节 得知大哥这几天要出去做任务 她开心极了 自己终于能吃上一顿安心的早饭了 此时公爵拿着父母的遗证 递给了利亚娜 她声称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但还是想亲自去看看 宴会得推迟几天了 利亚娜很是感谢 但得知公爵和父母是旧友 她开始了担忧 希望哥哥和父亲能够平安归来 回到房间 她将父母的照片摆好 便转身出去 恰好西奥多和西安在门口 邀请利亚娜去看乌鸦 这里的乌鸦非常的有名 前世她有幸烧掉过几只 因此对他们非常感兴趣 西安摆出一副傲娇的样子 声称利亚娜一定会害怕 要不就别去了 看样子是西安比较怕吧 就在两人斗嘴之际 西奥多抱起两人强行出了门 来到森林 看着硕大的乌鸦 利亚娜还是很有压迫感 毕竟现在的体型有事 不光如此乌鸦还开起了头 西奥多化身护媚狂魔开始了担 好在乌尸及时出现 这场beats才对于平息 而她此次起来 为了找她的老朋友英格拉姆 白色美丽的乌鸦 家族的成员都被她折磨过 但她对利亚娜却是热情如鸥 乌尸也得知女孩 得玩偶取名为母亲的名 为了时刻提醒自己要坚强 西安不免吐槽 看到乌鸦都害怕 还坚强吗 利亚娜立刻接她老底 声称西安才是躲得最远的人 我那只是没学剑术 不然乌鸦什么的 根本不值一提 随后便要求西奥多现场教学自己 这样明年面对大哥的话 也不会那么紧张了 西奥多自然答应了这个请求 西安立刻开始了挪拜 随后几人决定前往训练场 利亚娜倒要看看哥哥们的实力 两人提剑上阵 本以为时常轻松地教学 没想到西奥多拿起剑的那一种 韩国就会多顺 身体散发出强大的力量 她样子是想真杀了西安这个力量 哥哥 才六岁啊 只是想在妹妹面前表现 男孩开始进行魔鬼般的训练 但没过多久 她连手里的木剑都拿不稳了 奶妈见状不留情面地笑了出来 这可把傲娇的西安 最后一点自尊心都浇灭了 面对美食诱惑 她也无动于衷了 随后奶妈立刻安抚她 好在西奥多了给西安台阶 声称是奶妈的出现让她分心了 如此温柔懂事 让利亚娜赞不绝口 但依旧忘不了她拿剑的样式 不愧是自己前世的死地 西安则不同 她未来可是伟大的学者 利亚娜旁敲侧击 建议她走别的途径 别再建树这条路上耽误时间 西奥多意语顿色 误以为妹妹的建议是不要使用木剑 应该先从数字练起 这新奇的脑回落 让利亚娜想起了曾经的师傅 也是如此苛刻 她准备打破岩石出高头的观念 开始为西安加油助威 然而她也没有令利亚娜失望 仅仅只是一个蠢子 西安就吓得魂不守舍的 利亚娜无语之之 直接一脚送她上西天 随后开始伪装 刺激狠脱 以此来激活西安的保护玉系统 西奥多看破不说破 此时侍卫传来了解报 男人脸色一沉 但很快恢复了过来 傅下身告知梁小智自己要离开一回 王室的人来了 在门口高声妖好 没有叛国之意的话 速速出来迎接 而另一边公爵和老大到达了美底 看着残破不堪的城堡 两人心头一记 在对街人的描述下 公爵得知葬礼已经办完了 众人也都认为 利亚娜公主死在了这里 看来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偷偷养利亚娜的事没被发现 与此同时西奥多看着王室的传令 陷入了沉默 以往公爵都不屑参加 但这次若是再不去 恐怕会引来王室的不满 这样一来家里就剩下两个孩子了 他可不放心 但巫师的出现 解决了这个烦恼 有了他这个强大的守护者 西奥多可以放心地前往王室 利亚娜打开了窗帘 眼里惊险不舍 奶妈刚把她护送到床上 门外便传来了敲门声 好在是侍女 她递出一封西奥多留下的信 她交代了所有的事情 这让利亚娜愈发得不安 王室似乎把所有人都给支开了 正当她看得入泥 房门再次被打开了 所有人进入警戒状态 看这次没有看到任何人影 事实上是西安太矮了 大家的视野都看向了上面 两人待在一起过了一夜 利亚娜依旧忧心重重 觊觎这里的可不止王室 还有前世的师父 从她逃跑到现在还没有做出反击 不知道她是被洗脑的 还是真心为假父亲做事的 眼下只有巫师能为她解决这个烦恼 还有及时送来甜点的女佣 烦恼的时候就需要补充多巴 老大也是如此 随后奶妈挖了一勺 送到利亚娜的嘴巴里 奶油瞬间侵占了她的口腔 利亚娜恢复了力量 然而另一边北方的边界 黑衣人已经开始行动 此时两人正悠哉地躺在图书馆 认真地学习知识 这也是西安的领域 她向利亚娜显摆了数小时 上至悠久的王朝更替 下至魔法师的起源 利亚娜不禁感慨六岁孩子的记忆力 很快晚餐时间到 女佣此时有个请求 希望能抱着一天没见的利亚娜前往餐厅 到了夜晚 女孩日思夜想的守护者来了 利亚娜告诉巫师 关于师父的事 她没有回应 命令利亚娜看向天空 上面最闪亮的代表了宫举 中间保持平衡的是西奥多和西安 最下面红色的那颗 自然就代表了利亚娜 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 只要星星还亮着 小姐的生命安全就不用担心 况且哈利亚斯家族 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只要她在的一天 家族的所有人都别想受到伤害 随后利亚娜指向天上最亮红色星星 这代表了塞西利亚在天之灵 正在逼佑她的孩子 生生不息 闻言利亚娜安然地睡去 此刻能感受到母亲正在看着她 而另一边由于乌鸦的死亡 公爵一行人 无法侦查到北方的情况 他们愈发地感到不安 准备提前结束这里的调查 为了保护妹妹 西安决定留下来过夜 但不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强烈的震感让两人瞬间清醒 此时女佣破马路 抱起利亚娜就往门外赶去 不知道巫师能顶多久 眼下得尽快进入密道里 但这样的话 这座城堡会不会像之前那样被烧毁 看着颤抖的利亚娜 奶妈安抚她看向窗外的星星 声称母亲塞西利亚 在天之灵定会逼佑我们 另外这里还有哈利亚斯最后的男人 西安会保护好妹妹的 有了这种幸免 几人疯狂地跑向密道与众人集合 而另一边守护者 正在死守着家族的大门 看着夜空上的异象 保护魔破碎的瞬间 大量魔物涌入 这全都拜黑衣人的计划之内 这样的路顺利地进场 寻找利亚娜的踪迹 此时奶妈已经到了密道 这也是骑士团第一次见到小宫女 他们会在这里誓死保护 家族所有成员的安全 与此同事公爵正在马不停蹄地赶回家 由于自己错误的判断 现在她只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守护者的身上 而她也没有令两人失望 举手投足便解决了大部分的威胁 密道之内 所有人都忧心忡忡 奶妈紧紧地抱住利亚娜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刚刚还说要保护自己的西安 此时已经哭得梨花带雨了 奶妈连忙对她比了个虚的手势 为了安抚西安 利亚娜让她看向自己的玩偶 声称这注入了母亲的灵魂 她会保护我们的 另外哈利亚斯没有爱哭鬼 话音刚落 天花感发生了碎裂 糟糕 咒术被破坏了 而另一边感受到咒术被破解了 公爵率领重骑士进城 地上熙熙攘攘躺了无数人 她命令老大去孩子们所在的地方 自己去对付入侵者 真是没想到 先要多放跑的剑客能掀起如此风波 看来她好好会会她了 随后她拼了命地跑向密道 然而刚刚的结界没有对几人造成伤害 利亚娜命令奶妈把自己交出去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损失 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到时候只要使用火焰 并能短暂地击退入侵者 起初只是单纯地想要复仇 但现在她要保护这一世的家人 西安开始理性分析 妹妹这种程度的火焰 在这黑暗潮湿的环境 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她不能让利亚娜冒这个险 随后两人决定利用火把的油滴在门口 发挥出火焰最大的力量 奶妈不敢相信利亚娜只有三岁 冷静地令人发指 如果只是为了报答家族领养的恩情 大可不必做到这种程度 利亚那点七脚尖为奶妈擦去泪水 她声称自己虽然害怕 但更要鼓起勇气 作为哈利亚斯家族的一份子 自己绝不退缩 这番话鼓舞了众人 随后奶妈抱起利亚娜 来到了门口 准备吹开了真命令大门 为了活命 女孩决定开始反击 而这也是第一次 在下来 已经展现出操控火焰的能力 只见她催动手中的魔法 巨大爆炸把黑衣人瞬间击吐 不久前老大和公爵兵分成两路 赶在黑衣人打开密道之前 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黑衣人拔出银与为傲的佩剑迎战 这锐利的能量 看来就是西奥多放跑 以及利亚娜提到的剑术大师了 差一个剑步上前 完美的一击 让黑衣人有些难以招架 以前这家伙不愧是继承人 力量比老二西奥多强悍太多了 随着男人的连续攻击 黑衣人也不再试探 开始进行强有力的反击 险些划破老大绝世的容颜 手中的剑也明显有断裂的迹象 黑衣人看出了她的窘迫 声称剑要是断了 男人的胳膊可就不保了 为了梅迪德加的功能 这种买卖真的划算吗 黑衣人的话萦绕在老大的耳旁 她有了一丝动摇 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沉默片刻 老大放下手中的剑 冷冷地开口道 哈利亚斯家族 还没有沦落到听命入侵者的先例 真是个蠢货 随着老大的最后义务 不如法尔兹那样的华丽 此时密道的门也被打开了 利亚娜已经催动了手中的火焰 口中念念有词 向毫无准备的黑衣人挥去 势必要成功 她开门的时候看到了哥哥的无助 但依旧没有撤退半步的信念 这次就换我来拯救 随着冲天的火光 火球在某种力量的加持下愈演愈烈 黑衣人无法驱散这种火焰 她决定暂时撤退 回到岛上从长记忆 眼见黑衣人狼狈地逃跑 众人激动万分 但身体也到了极限 没有征兆地向后衰去 好在老大及时抓住了利亚娜 但呼吸有些微弱 此时网偶身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仅仅一瞬间 利亚娜也消失不见了 很快几天过去 所有人开始修复城堡的工作 利亚娜缓缓从梦中醒来 睁眼便看见所有人出现在身边 几人连忙拿来水 开始进行投喂 利亚娜很猛 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 老大怎么突然这么温柔了 还扬言要为自己按摩 变化也太大了 利亚娜简直不敢相信 她选择继续睡觉 众人纷纷吐槽老大太反常了 把利亚娜又给吓晕过去 直到她再次醒来 奶妈哭得梨花带入她 命令小姐不允许再做这么危险的事 还有巫师的保护罩也太不靠谱了 怎么说破碎就破碎 拼兮兮买的也没那么脆弱吧 事实上巫师给利亚娜加持了光芝谷 不然她也不会突然消失了 原本在黑衣人打开密道的一瞬间触发 谁知道会在老大手里突然消失 此时公爵怒火中烧地走进了房间 声称要和利亚娜单独谈谈 所有人都给我出去 听见了没有 女孩在冰死之际拯救了家族危机 却被公爵父亲劈头盖脸的痛骂 此时利亚娜蜷缩在一团 尽管她心里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但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沉默片刻 公爵率先发难 高高举起一老实的利亚娜 别跪着做了 腿抹了怎么办 伸出腿来做做好 公爵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了 随后她来到利亚娜的身旁 语重心长地表示自己从未后悔 收留利亚娜成为养女 更不会有责怪她的意思 只是希望利亚娜 从今以后不要再这么鲁莽 保护自己才是首选 就当是作为父亲的一个小小祈求 这充满爱意以及温柔的眼神 不停地侵占利亚娜早已冰封的心 随后她自觉地将小手递了过去 公爵满意地点了点头 摸了摸利亚娜的小脸蛋 自己真是没想到 只是睡了一觉 醒来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次日奶妈如往常一样 带着利亚娜去吃饭 看过小宫女强悍的一面 奶妈依旧把她当作小孩来养 来到餐厅 西安率先转过头 开始欢迎妹妹利亚娜 毕竟昏迷了好几天 自己都快不习惯没有妹妹的日子了 然而今天主厨并不知道小姐要来 完全没有准备再多一份 便询问利亚娜想吃什么东西 自己立刻去准备最新鲜的食材 利亚娜可不挑食 她声称什么都可以吃 主厨苗懂 连忙准备去做 哈利亚斯特有的烤肉套餐 这是家族继承人们 征战回来必备的 但贴心的老大考虑到 利亚娜是个孩子 卧床喝了一个礼拜的粥 这些重口味的东西未必能消化 便吩咐她去做些甜点 西安曾告诉自己 利亚娜喜欢吃 和她一样的口味的布丁 这些家伙到底是怎么了 她只能祈求二哥快点回来 现在西奥多 可能是这个家里最正常的 看在牛奶布丁的份上 老大封不封已经不重要了 与此同事 公爵正在整理这次 前往梅迪的资料 意外发现了皇室的来信 这些年不厌其烦地邀请自己 把西奥多骗过去还不够 正当她准备发脾气 守护者推门而入 她下午开展了城墙修建的工作 缺口已经基本填平了 但具体细节还需要一段时间 公爵很担忧守护者的身体 但无事坚持要等最小的孩子 出嫁她才安心 现在家族又陷入事端 正是自己偿还公爵救命之恩的时候 况且这次入侵 不仅仅是针对丽亚娜这么简单 背后还有惊为天人的阴谋 但不管是谁 企图对哈利亚斯家族下手的人 绝对没有好下场 另一边得知计划失败的王室 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静静地等待西奥多的到来 年仅三岁的男孩 竟然满脑子都想跟妹妹结婚 不久前西奥多得到王室的调令 被迫丢下丽亚娜 私身前往充满阴谋的帝国 在这期间家族发生的事 她也略有耳闻 随后便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丽亚娜 里面写满了她对女孩的关心 更是为自己的不在场 而感到深深的抱歉 声称回来要好好弥补丽亚娜 很狠笑语一下那个黑衣人 看着西奥多的长边讨论 丽亚娜眼前一黑 说实话还真的挺期待 西奥多早点回家 然而这反应却被老大物 以为妹妹太小了 没能完全读懂信件 便准备温柔的为妻姐 但信件里写了 颇多指责老大的坏话 以至于被丽亚娜连连婉拒 然而西奥多甚至还指责了巫师 若是妹妹没能醒过来 她势必要追杀她到天涯海角 真是个偏激的家伙 正当丽亚娜拿着信件不知所措的时候 老大发出了灵魂疑问 所以要帮你回信给她吗 这是必然的 但是仅停自己的话能力有限 老大也忙于公路 作为继承人的她日程 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以至于丽亚娜并不想去麻烦她 眼看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老大不停地询问 丽亚娜有什么想要的 在这个城堡的任何愿望 都能被满作 随后试着摸摸丽亚娜的头发 她僵硬的动作 宛如在帮丽亚娜抓发型 完全看得出来 这是老大的第一次 由于实在太痛了 丽亚娜摇晃着脑袋给甩开 不经意间还叫了男人一声哥哥 这让两人瞬间傻眼 老大询问丽亚娜能不能再输一次 但直到世界爆炸 丽亚娜都不再松口 好在姗姗来迟的奶妈拯救了她 丽亚娜已然成为了小谜地 正是扬言要和丽亚娜结婚 这家人真是太可怕了 她连忙搬出帝国的律法 但西安声称律法是可以改变的 自己才不会管那么多 丽亚娜连忙反过 律法会改变 结婚的想法瞬间被握杀的摇摇 深受打击的西安立刻变脸 放下一堆狠话 羞红着脸离开了 看到这一幕的女仆 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声称公爵夫人要是在等话 肯定也会爱上丽亚娜 而另一边的西奥多正在骨骂 接下来该如何面对王室 见面了见面了 男人只是无意间提起自己有个妹妹 小王子便毅然决然准备去往北方 不久前西奥多奉命前往帝国 不是陪皇太子下棋 就是练剑 身心疲惫的他现在只想回家 见一见丽亚娜 但皇太子根本不让他离开 毕竟才来这里几天 看着家族送来的三分信件 他决定先拆开老大的 果然不出所料 老大让他务必尽心尽责对待皇太子 绝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假以时日自己也回登门拜访 顺便还提醒西奥多母亲的忌日快到了 西奥多只感觉老大很虚伪 私下吐槽皇太子的行为就数他最厉害 提到母亲的忌日 不是上个月才过过吗 难道暗示自己要待在这里一年 很快他意识到老大的用意 便在信件里挽起了摩斯密码 需要西奥多在宫里找到一样东西 正当他苦恼至极 他又拆开了父亲的信件 只是简简单单交代了自己 送给王室的礼物 本来就挺烦的 看到家族没人关心自己就更烦了 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拆开了丽娅娜的信 看着信件上横七扭八的狗话符 他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像个孩子一样抱着不肯诉说 回想前不久家族发生的事 他开始后怕 丽娅娜不在了 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加油干吧 早点完成工作 回家见家人 事情真的能如他所愿吗 在三天前西奥多走在庭院里 草丛冒出个小脑袋 金发碧眼的模样 让人惹不住的多看几眼 直到西奥多走上前 发现男孩正是小柿子殿下 西奥多连忙介绍起自己的身份 以及此次前来的目的 小柿子腼腆地没有说话 看来皇太子曾告诉自己的真的属实 小柿子很木讷 甚至连走路都走不稳 却有着独自在庭院里赏花的爱好 看着他西奥多脱口而出 自己有个妹妹丽娅娜 跟小柿子的年纪相仿 殊不知正是这无心一体 为丽娅娜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远在北方的丽娅娜 很快收到了王氏的来信